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内政部暗酸杨成林 他们在这个脸书上面小编的这一篇贴文 在昨天悄悄地更改了 我们原本昨天节目上头的时候 就是有列出了七项 他们的笑死如何如何的这样的一个造句 原本第七句就是说 笑死竟然有人说在台湾吃海鲜很奢侈 昨天悄悄地把这个第七点这个句子拿掉了 然后内政部讲法是说 这只是用这个时下网络讨论度高的句子 没有业余任何人的意思 但是后来徐国勇出来讲话 那不是越描越黑吗 你既然没有这样严于任何人的意思 那你们在这边这样子讲 不是就显得好像欲盖弥彰吗 我们来听一下徐国勇的讲话 所以徐国勇的创意真的是让大家不敢恭维 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巴 所以后来既然你讲的这个底气这么足 那你干嘛下架呢 你干嘛要改呢 既然你们没有影射任何人 没有言语任何人 不要改 那就是一个创意 那就是一个讨论度高的 所以这是自相矛盾 你看看这个内政部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家讲就是围阳救城 围住杨成林救了陈时中 结果翻车了 而且最新的声量 已经在这个Tea Park上面 他截至7号的下午5点 已经有7000多则网友的留言灌报 负面率高达66% 所以大家看甚至在网路上面 有这种笑死造句大赛 冠军是谁呢 目前的冠军得主是说 笑死陈时中的民调第一 所以其实为什么 我们要讲这件事情 这其实是一种 你从见为之主 这是大势大费的事情 当一个国家可以开始这样子 用一种国家的力量 来霸凌一个人 然后去笑一个人 甚至是笑到了这些 弱势族群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选择不讲话的话 是不是每次蔡政府 就会过一关呢 你看莱猪变美猪也过关 但是如果像是之前 什么很多孩子都走了 我们大家出来帮忙发声 这件事情就让苏贞昌 出来道歉了 所以我们就引用 德国牧师马丁的名言 他说起初纳粹党 追杀共产主义者 因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不说话 他就举了非常多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说话 最后当他们奔向我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 好像看似只是一个吃海鲜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出来讲 因为如果我们不讲话的话 是不是接下来更多事情 越滚越大 没人出来讲话了 所以郭彦均之前讲说 很多人都走 很多孩子都走了 苏贞昌因为我们这样子 铺天盖地这样子说 你这样说不对 他后来也说了 那徐国勇现在呢 讲法上面也是说了 这个内政部也下架了 昨天韩国瑜也语重心长地讲 他说在弱势被害者的伤口撒烟 其实不少的诈骗案 受害者来自台湾的偏乡 家中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容易就受到一些 待遇优渥的工作吸引 然后也希望能够改善 家里的经济状况 你试着去理解各种的道理 试着去同理这些亲属的担忧 而不是因为你自己 你们这些当权派 拥有比人家更多的资源 你就可以轻易善效他人的苦 莫忘世上苦人多 所以昨天其实很多 可能家境比较贫寒的人 心里是很不好受的 原来我穷 我是需要被笑的吗 那我看看这个蔡英文 只会用梗图告诉我们说 支持年轻朋友 连续工资 这些七年工资 连续七年调升 我看看 这样的调升其实是总平均 一般年轻人有真的感受到吗 甚至还有人拿出徐国勇回来笑一下 徐国勇这些年也不乏一些需要被笑死的事吧 笑死徐国勇提超商配辣椒水自保 笑死徐国勇下令 这个车上有球棒必须也警方要来助记 笑死徐国勇说紧急状况用app打开来报警 这些都是很笑死人 还有抓错人的时候 笑死徐国勇还大喊 用大胆用枪啊 明明就认错人了 还有笑死被批失位素颤的时候 徐国勇说自己不恋战 还有笑死徐国勇警政署长被揭发靠竹联邦起家 笑死徐国勇反诈骗变成笑穷人 而且徐国勇曾经在这个绿营的一些媒体 网络媒体也接受专访 他说自小是在贫困的家庭中长大 但是现在却反过来笑穷人了 所以很感慨啦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都一切都是用选举考量 看两个人为例子 一个是赵仪祥 赵仪祥讲到了杨成林就说 呼吁他赶快放弃台湾籍 不好意思没有台湾籍这件事情 是中华民国国籍 再来呢 简书培 简书培现在目前呢 他的声量是居贯 那赵仪祥为什么要这样子用激进的言论 是不是就想要抢简书培 这边的声量呢 另外一个人林颖梦 林颖梦之前也是因为他的灌老板的事件 所以他的八月满意度只有0.2% 原本很多人想要给年轻人机会投票给他 但后来发现他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开始变成更激进的一些言论 所以要向柯文哲说 你要不要为不投降承诺书来签署 所以背后他们真的是要打抗中保台吗 他们真的心里面是想着抗中保台 还是为着自己的选举呢 再来我们看看蔡英文是不是也玩两手策略 中国大陆的海关公布出来前八个月 我们对台的 就是对台逆差是破了千亿美元 那我们还是很依赖中国大陆 那可是呢 抗中保台还是继续喊 还有这样的一个幕后消息 风传媒讲说 战争爆发哪些人优先受保护 有这张保密小卡 谁拿得到保密小卡 竟然说就是给一些蔡英文周边的决策人 或者是一些军方国安要缴 他们是包含了蔡英文的心腹 或是心腹的心腹 他们可以拿到机密小卡 先走一步吗 所以蔡英文是不是已经把自己 泽伦司机化了 而且小卡为什么是你们这些人有 不应该全国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吗 为什么只有你周边的人 可以拿到小卡先受保护 其他人的命不是命吗 那我们有问一下国安局这件事情 目前尚无回应 我们来问一下慧文哥 刚刚翟轩提到这一位 因为这个 现在是五党级的台北市议员 他咨询柯文哲 他希望柯文哲签一个 不投降的承诺书 不投降的承诺书就是 有一些台派的团体 他们前两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希望每个参选人都签 观众朋友如果有看过 间隔在台北市议会咨询柯文哲 那就非常的带劲 可是我那天为了看这个新闻 我第一次看这一个台北市议员 咨询柯文哲 宅宣我看不完 我看到一半就关掉了 我看不下去 难受 你在咨询什么 拜托你这样子当台北市议员 我实在 你难怪柯文哲会抓狂 柯文哲还被问到一半 柯文哲说你换题目好了 我有看过第一次看这种被咨询的人 劝这个议员说拜托你换题目 你在问什么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我们那个CG 这个宅宣我们如果有几天没上网都完 这是谁 这是谁 这是他没有讲是徐国勇 东唐勇其实就是徐国勇 所以被人家讲说靠竹联起家的 不是警政署长了 警政署长靠竹联起家也得了 是徐国勇 因为徐国勇以前是律师 律师五湖四海的案子都会接 黑白两道案子都会接 所以如果他有接过竹联的案子 我也觉得很正常 对 如果你说你是打刑案的律师 黑道的帮派的案子我都不接 你回家吃自己好了 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是当时张恩二出来讲 徐国勇要么你就否认 要么你就告他 要么你就学我一样 对 我以前帮主任 你是律师 你帮被告打官司 天经地义 你维护他的防御权 被告的诉讼权 这有什么关系 你回避反而大家都觉得 这个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个昨天内政部的小编 去把杨成林的事情拿来当梗 这当然是非常的不好 对杨成林是二度的伤害 我相信小编他 就是应该相对是比较年轻 就是说不了解政治的险恶 你错了 徐国勇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 危机处理 应该是降低这个控管 就说那这个小编 我请他删掉 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要对议人 就解决了 可是徐国勇是提油救火 那大家就不会再讨论 内政部的小编 就开始讨论内政部长 就变成这个状况 这是徐国勇自己的问题 我解释一下 观众朋友 刚刚坚哥提到说 陈时中民进党派他出来选 有过人之处 这点坚哥我是比较保留 为什么民进党派陈时中出来选 台北市长 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本来不是不要他 本来比较希望参选的人是 陈建仁 就是我们的前副总统 陈建仁各项条件 一定是比陈时中好 林家隆想选 这个坚哥很清楚 坚哥一开始也是支持林家隆的 对不对 坚哥我没讲错 为什么最后是陈时中出来选 因为你会比 就是说很简单 你要找一个比陈慧文帅的 太简单了 你随便找一个比我帅 但是你今天说 今天国民党推蒋万安出来选 陈时中就可以赢 观众你懂我意思吗 他觉得陈时中就可以赢蒋万安 观众为什么我要去质疑这个 我要要求国民党跟蒋万安 再把合约拿出来的意思 我主要不是要打陈时中 我打陈时中干嘛 我的格局像是打陈时中的吗 我是在左眼2022吗 不是 我是要下架民进党 我要消灭民进党 我的重点在2024 不是要打陈时中 我要打蔡英文 这些防疫快筛疫苗 都不是陈时中决定的 都是蔡英文跟陈建仁决定的 这蔡总统就 陈时中他很无奈 譬如说武汉的小民 宣布让小民回来的是陈时中 那时候教育部的那个 就坐在陈时中旁边 他宣布说小民可以回来 喊咖的是蔡总统 我要针对的是蔡总统 你今天你防疫这么差 是国民党这个烂 你是国民党吗 不好意思 国民党这个烂党他不会监督 你今天疫苗这个事情 整个防疫的事情 民进党他的处理 他的采购是错的 你疫苗这个事情蔡总统 现在民进党的主旋律 就说我们防疫好成功 我们防疫好棒棒 我们推防疫中心的指挥官出来选 是吗 观众朋友是这样子吗 民进党的主旋律你认同吗 我们的防疫有成功吗 你有紓困到吗 8000多亿这样花 你有分到钱吗 我们8000多亿 明年还变了好几百亿 你砸了这么多钱 可是我们的防疫有做得很好吗 结果你今天 推一个防疫指挥官出来选 所以你国民党 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要重根做起 你把疫苗的合约调出来 你整个要告诉大家 民进党的整个两年多的防疫 他是失败的 他是错误的 你整个国民党不是只有台北市 因为全国运动的斗 他不是2022倒 他已经2024一起倒了 我的贪心是在这里 我的野心在这 掉合约有什么好看的 宅宣 我最后一句 未完委员会 这国民党的立委 最会看合约的应该是谁 最懂得看合约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有当过律师的人 那不就是蒋万安 那就对了 那就是蒋万安你的工作 你不辞立委 我也没叫你辞立委 你不辞立委 你现在在立法院干嘛 干嘛 就是把合约调出来 然后你发挥台北市长领头羊 应该做的事情 叫你母鸡带小鸡 不是带台北市的小鸡 是带全国的小鸡 包括柯阳兄在内 包括谢龙介在内 国民党说 我把民进党的防疫的神话 笑话统统接出来 那民进党就GG了 对 所以国民党要加把劲 因为现在这一阵子感觉 这个民进党好像不算是 被国民党给这样子 打乱了这个选举步调 有点是他们自己打乱了自己 就是国民党好像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战力 但是现在民进党当然 选情是堪忧 从台北市 桃园 整个北台湾扩散外溢到全台 是不是这一次的选情来说的话 陈时中为首 就让这边的破口 一直堵补回来 我们来问一下 检哥 财学 其实徐国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 他在担任内政部长 这三年都来 其实表现也是很不错 他有他很尽力的地方 只是没有被报道出来 但是相对于杨成年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很难过 我觉得 我用一句台语讲 看到尖康 没看到榜康 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竟然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国家我们社会从中央政府到每个 22线是每个地方政府 财政的问题 建设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住宅的问题 太多了 那是谁 到底是谁去挖出这样一句 我觉得这很无聊的影片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人 甚至有的都已经驾到中国去 每个人有各自的选择 他各自幸福的归宿 更何况杨成年不过是去到中国那边的艺人之一 那这影片也是多年前他讲到的 他的小时候历经了他家里穷 这没有怎么样 我再一次跟大家报告 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 为了哪一则假消息 或者艺人讲错话 导致我们国家现在这么混乱 请问有哪一句 国家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 是因为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应该停止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民进党要负总责 因为民进党现在中央在执政 本来不是我们民进党的意思 本来只是网路上一般的讨论 但是大家会怪到民进党 没有 是民进党内政部po的 而且民进党很多的民意代表po的 一切开始都是从民进党开始的 所以我是呼吁说不要 所以民进党你觉得是不是应该 反思自己 我认为大炮打小鸟完全不必 而且看到尖康 只看到某个人讲错某一句话 没看到奔康 没看到奔康就会被火车撞死 我认为我们要根据事情的大小 轻重比例 这一位艺人已经嫁到中国去 他追求他个人的幸福 我们尊重他 我们祝福他 所以民进党这个大炮 不要再打成城里这个小鸟了 不是 因为其实民进党没有这么做 我认为民进党也不会这么做 那我们昨天还放出一堆民进党的 这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 全面的在吃海鲜 因为我没有在看网路 我是不晓得 那我们给你一些正确的讯息 我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国家社会应该讨论 要等比例 把我们的时间资源精神 有限的精神 放在我们国家从大到小 重要的事情的排序 那我再讲一句说 我认为灵魂不归法律管 国法也管不到灵魂 所以网军在管什么灵魂 灵魂不归法律管 难道我们的灵魂归你网军管吗 所以我觉得最可恶的是这些网军 这些网军大可以你就修掉了 不要为了这个 从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认为抗中跑台很重要 抗中跑台要成功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台湾的饼做大 我们认为只要反病吞反统一 反中共的就应该结合在一起 不管他过去 他现代的想法是怎样 我们应该把台湾的饼做大 而不是一直切 而不是谁哪一年讲过什么话 讲过什么 我们就把他视为敌人 把他踢走 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虽然这个 刚刚坚哥都没有讲主词 可是这算是听起来像是对于 民进党沉痛的呼吁 请民进党这些人 不要再去讨论这些小事了 因为一开始出征的就是民进党 来 我们来问一下克洋 关于杨成林被出征这件事 我认为是民进党想转移他们选情 现在比较不堪的状况 就是杨成林这个东西 大概是在7月多的时候 这个影片是上传的日期 大概在7月多 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被人家翻出来 而且还被恶意截取 就是其实杨成林整段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他家里小时候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吃不起所谓的海鲜 他说的海鲜他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是什么海鲜 但我认为也无妨 他就只是想表达家境穷而已 但是却被绿营的许多人 在网路上就是恶意转载 讲得好像是他看不起台湾人 当然内政部我认为也不应该这样做 这是国家的机器 就是你用点书去攻击一个 所谓的大炮打小鸟 攻击杨成林这样子 结果他们最后昨天有做三文 有把图修改了 但徐国人到现在还是没有道歉 徐国人到现在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 说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要跟大家说声抱歉这样 他也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道歉 我发现民进党现在很不喜欢 跟人家道歉 过去的民进党像坚哥这样子 是一定会跟人家做错事 就跟人家道歉 这没有什么 就道歉就好了 大家其实是很善良 会原谅你们的 要跳海就跳海 坚哥这点真的是说到做到 对 但民进党现在 说到做到 不是这样子了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 过去我们认识的那个情政 对 我打拆了 段宜康就说到做不到 段宜康就要吞 曲棍球吞到现在 所以段宜康 要跟坚哥学学 他没有办法跟坚哥相提辩论 2018 杨文志说退出政坛 是不是就退出政坛了 他们有些人就是说到做到 为什么他们现在有些事不道歉 也说不到 也做不到 关于这个造句大赛 我也其实也有参加 很多人都有参加这件事 对 你也参加 年轻人 我在用网路的 我一定要参加一下 我就留言说笑死 既然相信民进党会抗中保台 就是也获得了几百个赞 我第一名还是笑笑的是 陈时中民调第一 这4000多的按赞 我觉得就是很显然 就是大家网路上现在 已经开始在嘲笑民进党 就民进党有很多作为 是大家真的看不下去 就连我有一些 比较绿营的朋友 他们过去是会替 替民进党辩护的 到现在他们都 不想替民进党说话 觉得挺民进党丢脸 我觉得他们不替民进党说话 已经是最大的容忍了 他们已经觉得说 你这个民进党跟我想的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杨成寅这件事 我认为其实他不应该被笑 他其实是一个 就是穷苦人家翻身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些笑他的人 是家境都过得很好 就是过得很好 没有办法感受到 他以前那个痛苦 像我们再讲到 就是林以孟的事情 我觉得 柯文哲他不是 对每个议员都这样子 相信坚哥也非常的明白 他只有针对这些 就是非常的不理性 然后喜欢用意识形态 去攻击他的人 你看他有对游淑慧这样吗 游淑慧跟他是不同政党的 但是游淑慧 只询柯文哲还会认错 连讲好几次 我错了 只是我们反过来是在讲说 这些人是不是都用 抗中保台 作为他们的选举招数 时间关键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我错了 我们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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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